今天又来给大家道道长寿花了 好多话说老花一夏天到了 我的长寿花怎么养 为什么我的长寿花不开花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首先说长寿花的一个度下 其实不论是长寿花 和大家养到的一些多肉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就会短暂的休眠 怎么理解呢 就跟人一样 到了中午他就睡觉 这个时候他体现的状态不好 就是因为过高 温度过高导致的 但是大家这个时候 要适当的控水控肥了 就是不干别老焦 肥料就停一停 等到正常恢复的时候 大家再正常用肥料 第二个点就是说 老花一为什么我的不开花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之前修剪过一回了 修剪过之后呢 他又从旁边生了 很多的小花包出来 这就是他新长的一些花包了 很多花手说 我的为什么不长 您要知道 他要控制光照的 很多的花手是怎么回事呢 光照时间太长 他是喜欢短日照的食物 每天卡着点 6到8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其余的时间 连灯光都不让他见 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就可以给他关小黑屋 就像这样 直接给他关起来 这样的话呢 他一点灯光都没有 一般在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生出来第二波的花包了 大家光照浇水 施肥都正常的话 所以说这是一个点 有些花人问我怎么修剪 去修剪的话 常说开完 就只需要往下一剪就好了 肥料在一块儿 尽量选通用型的就OK了 因为你老是纠结这肥料 那肥料没有用 就选个通用型的肥料 就完全OK没问题了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 常说话相对来说呢 很耐旱啊 干了再浇 不干别老浇 如果说过度缺水的时候呢 下面的叶片会给大家提前报警的 就会这样子发黄 就要代谢掉了 大家出现这种叶片发黄的话 就是缺水了 大家一揪就下来了 但揪就下来了 这种就缺肥和缺水的时候的体现 该施肥的施肥 不要给那么长时间的制造 养得给你个老装似的 你就不开花 好了 一边关于长寿的养货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